北京时间6月3日 国拼队员们已经处于放假阶段 这次的德班士兵赛 我们国拼队员取得辉煌成绩 包揽了所有的五金 再次展现出来惊人的统治力 孙颖莎获得女子单打冠军 也实现了士兵赛金马冠 首位00后获得士兵赛单打冠军 回到国内之后 刘国梁带着德班团队 直接去了与中国邮政的签约仪式 对于这个重量级的合作商 刘国梁是非常看重的 在活动现场 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这些邮政老总们 非常喜欢马龙和孙颖莎 喜欢马龙不难理解 毕竟是乒乓球历史最伟大球员 走到哪都是国拼名片 那么 为什么说喜欢莎莎呢 首先 国拼的队员们 搭乘大巴抵达活动现场 邮政老总们提前迎接 孙颖莎第一个下来 只看到邮政老总们 就带着孙颖莎走了 走了几步才发现 后面还有队员 这一幕让王浩都看笑了 显然 这些老总们看到孙颖莎 就把其他人忘记了 此后 大合影环节 刘国梁站在C位 旁边是邮政领导 现场的工作人员安排位置 直接把孙颖莎 拉到了刘国梁和邮政领导中间 这一举动 把刘国梁看呆了 没有想到 他们那么喜欢孙颖莎 这些年 孙颖莎一直都是 国拼女队最受欢迎的球员 随着她的成绩不断提升 不断夺冠 她的人气越来越高 所以 才会有邮政领导的搞笑表现 对于孙颖莎来说 自己受欢迎程度高 无形中也增加了压力 希望莎莎可以保持竞技水平 争取在巴黎奥运会上登顶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请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